各界高度關注的IMB詐騙集團案 今天有了新的進展 行政局是前往宜蘭等地來搜索 並舉提了以四合主席曾國衛 關係密切的前行政院顧問陳振昆 除此之外 還有詐騙集團是假冒了財經主持人的名義 謊稱說投資股票獲利很豐厚 結果是有受害人被騙了上千萬 嫌犯遭壓制在地無法動彈 台南一名陳姓被害人加入名為胡瑞涵賴群組 遭假投資真詐騙 詐騙集團向被害人謊稱可以找到標股 游稅貴款並交付現金 直至出京時才發現遭詐騙上千萬元 市井一分局尋現破獲該集團 查獲周姓主席及接應共犯等三人 並查扣偽造投顧公司收據 公司印章 手機等證物 本分局獲報後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於今日中午13時許 在運農路上查獲周姓車手等三人 全案訊後移請台南地檢署擴大偵辦 知名財經主持人胡瑞涵日前也在臉書發文 公告澄清 軸攔勾勾才是胡瑞涵本人臉書 而且絕對不會帶大家投資 另外近來各界高度關注的 暗幣詐騙集團案有新進展 前方三十日指揮刑事局到宜蘭執行搜索具體行動 目前將涉嫌與主賢曾國偉交往甚密的前行政院政務顧問陳振坤 及集團業務等人具體到案 共計約談六人 並查扣一百二十多箱格馬蘭元酒等贓證物 預計漏夜證訊後晚間移送北檢偵辦 至於也捲入IMB風波的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被指控與詐騙集團交情匪淺 不但曾出席主賢曾國偉公司春酒 還被藍營質疑有替曾國偉曉警戒人士 鄭文燦三十號臨時取消出席公開活動 但在臉書PO文表示 已經請律師提告 包括國民黨林濤 林嘉欣 林國春 林金傑等七人 自己絕對禁得起檢驗 鄭文燦辦公室也發聲明澄清 不認識曾國偉 更沒有接受警戒人士請託 但國民黨議員林濤強調不怕被告 之後會繼續提出質疑鄭世森 鄭文燦選展 記者綜合報導